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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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 怀着称霸亚洲的野心 敏锐地感觉出米奇尔的观点和训练的巨大价值 他们迅速做出反应 建造出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 资源缺乏财力有限的日本海军建设 在传统和未来之间首属两端 导致了严重的恶果 而财大气酷的美国人在海军建设真正启动时 就全力以赴地投入航空母舰的制造 为后来在战争中夺得太平洋上的自海权 奠定了第一块天使的机器 1941年12月的太平洋战争 以日本联合舰队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 夏威夷的珍珠港揭开战略 日本的战争目标 为占领东南亚地区 夺取它所需要的战略物资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山本56原打算在南太平洋 阻击前来增援的美国海军 但考虑到这种打法容易陷入被动 不如主动出击 将对方海军主力摧毁在基地内 于是山本56以航空母舰为攻击主力 以大迂回路线从西北方向逼近珍珠港 1941年12月7月凌晨6点开始 日本海军航空兵423架飞机 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 先后分两次 对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主力 实施狂轰滥炸 美国海军损需惨重 不幸中的万幸时 美国太平洋舰队作战系列中的 三艘航空母舰不在港内 总算留下点日后反攻的本钱 西西珍珠港是西域界海战史上 航空母舰首次使用于战略性作战的成功先例 356因此在现代军事史上 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 日本海军在珍珠港的成功 也使逐料杜黑 为了明显成了我们这个时代 战争领域的先知和预言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日本人是用美国人的思想来战胜美国人的 就像德国人用英德两国军世家 创造的机械化战争思想 在法兰西会战中 诞生了英法两国军队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 实在是充满了戏剧性 人类有海战以来 无论在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 舰队舰攻击是几千年来 遇成不变的海上对抗形式 然而1942年5月3月 太平洋上发生的珊瑚海海战 却彻底改变了这一种的作战样式 公元1571年 奥斯曼土耳其人 同西班牙人在地中海展开了班多海战 这场海战是海上对抗 进入了舰对舰之舰 火力辐射的时代 珊瑚海战则意味着 这个时代的结束 珊瑚海战是有史以来 双方海战第一次在目视距离之外挑战 双方距离在30公里到160公里以外 双方没有展开舰对舰攻击 只投入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 互相进行攻击 它使海战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尼密子将军在珍珠帮戏变后被任命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它重新振奉了美军低落的血气 调整了战略部署 将太平洋舰队所生的全部兵力 用于保护美国海外基地和海上运出现 美军通过先进的密码破译了日军的电报 尼密子得以了解日军的最新动向 从而获得了战场的主动选 为了阻止日军向澳大利亚的进攻 美国特勤舰队与日本舰队在珊瑚海部戏而言 这场遭遇战成为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之间的决战 日军损失了一艘小型航空母舰 另一艘北洞航 而美国失去了一艘宝贵的航空母舰 日行军号 虽然日军获得了战术上的性命 但是他的东西第一次被错办 珊瑚海海战 使日本再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情绪 1942年5月29日 一支拥有八艘航空母舰 十一艘战略舰 二十三艘巡洋舰 和近百艘辅助舰制的日本联合舰队 离港向东行行 去进行人类以前不曾想象过的野心勃勃的海战 两个海上巨人的节奏将决尽亿万人的命运 从而彻底改变例行 6月4日凌晨 180架飞机向中途岛进行了第一次轰炸 二十分钟的轰炸使中途岛变成了一片火海 但是美军在岛上的经济力量丝毫未遂 于是同时 从中途岛起飞的一架美军 卡特里纳检察机 在岛的西北冲出云层时发现 一群庞大的航空母舰编队和突击舰队 而当时在斯伦斯帅里下的 三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美军决请舰队 正在一百海里以外 默默地等待着时机 而日本联合舰队的最高指挥官 三本五十六对此一无所知 在日军向中途岛发起进攻的同时 美国海军的复仇者鱼雷机 和第26红炸机从中途岛机场取飞 他们在空中与日军投机者相遇 日军先进的零式战斗机 击落了15架美军鱼雷机 但是还有6架突破了日本的空中防线 向日本舰队的巨城号发生了鱼雷 鱼雷从渐身边掠过 日本舰队安然无恙 美军在空袭中损失惨重 但是由于遭到这次空袭 日军决定再次攻击中途岛 而此时美军决险舰队 正在悄悄地逼近 几分钟后 16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普通轰炸机 向日本舰队发起了第二步攻击 由于美军飞行员 缺乏普通轰炸的经验 日本舰队虽然笼盗在浓烟和水柱中 但是依然毫无损伤 美军飞机有一半未能返回 在两万英式高空的习武架 但美国空中堡垒轰炸机 抢日本舰队发动了第三波猛烈攻击 由于难以击落高空的美军轰炸机 日本舰队绝对进行行动规避 从而打断了整个边队的位置 虽然美国轰炸机一颗炸弹也没有命中 但是日本机动舰队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中突岛来袭的美军飞机上 美国车前舰队指挥官斯普洛斯将军 捕捉到了转胜即逝的战机 在日本机动舰队受到空袭困扰的同时 他命令三艘防空母舰上的152架轰炸机和鱼雷机全部起飞 向日本舰队发起决定性的攻击 虽然飞机的油量勉强够返航之用 但是一架又一架的美国海军飞机还是腾虫而起 他们的目标是 四艘曾参加过珍珠港事件的日本航空母舰 日本舰队马上就要为他们的轻敌付出沉重的代价 正在忙于应付美军空袭的日本机动舰队在空中搜索中 发现了悄悄逼重的美国造型舰队 舰上连员赶紧为准备同行中途岛的日本轰炸机 卸下炸弹 换上鱼雷 四艘日本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堆满了卸下的炸弹和袋装的鱼雷 陷入了一件混乱 整个舰队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最终导致了巨舰的自我毁灭 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军鱼雷机 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 首先向日本舰队发起攻击 在最近猛烈对空炮火和日本先进的零式战斗机的携击下 损失惨重 正当美军指挥官为美国鱼雷机一连串的损失而垂头上去时 上午10点20分在海军少校麦克拉斯基率下的三个无卫式俯冲轰炸机中队 对日本舰队发起决定的攻击 而击退美军一连串进攻的日本航空母舰正在做起航准备 空中没有任何掩护 全世界下美国俯冲轰炸机突然从云层中穿出 他们以七十度角俯冲而下 曾亲眼目睹珍珠港事件的美国海军上尉 拉加瑟发誓要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冲轻 加拉克冒着日军的密集炮火从高空俯冲而下 在1800英尺的一桶准确地将炸弹投在日本机动舰队旗舰 支撑号航空母舰的护甲板上 放在甲板上的鱼雷和炸弹将护甲板炸开 几支撑号之后 林阳艘曾参加过珍珠港事件的日本航空母舰 加特号和苍龙号相继遭到了灭警制裁 四颗炸弹命中了加特号 甲板前后部分被炸开 顿袭大火寻寻 大火蔓延到甲板上的燃料和弹药 再度引起了大爆炸 加特号终于沉没 苍龙号在美军俯冲轰炸机和潜艇的双重攻击下 不到半个小时也被烈火吞没 美国在十分钟内确定听起了珍珠港事件以来遭受的指引 现在强大的日本舰队既剩下了飞龙号航空母舰上有战斗力 舰长山口文多少将不甘心失败 他决定反攻 山口将反击的希望寄出在飞龙号的日本轰炸机上 正当另三艘航空母舰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时 从飞龙号上又起飞的二十四架日本轰炸机 悄悄地跟随着美军胜利返航的飞机来到了美国特殊舰队的上地 曾经参加过珊瑚海海战的美国航空母舰约克敦号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 约克敦号的战斗机和防空炮火进行了有力的拦截 但是还是有六架日军轰炸机突破了防守 向约克敦投掷了三颗致命的炸弹 约克敦号的两个锅炉被炸毁 失去了行动能力 几个小时后 第二极日本鱼雷机突破了美军坚固的防征 两颗鱼雷又命中了约克敦号 剑身严重倾斜 舰长只得下令弃船 正大陆山口在飞龙号上准备指挥第三次攻击时 拉加克上尉又率领二十架促冲轰炸机 对飞龙号进行了最后的打击 飞龙号命中了四个大弹 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山口和他的飞龙号一起沉入了大海 手动创的美国约克敦号航空母舰 在返回美国基地的途中被日本潜艇击成 这场历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决战 以日本境队的全面撤退而告终 中途岛海战只不过是日本征服太平洋 希望破灭的开始 美国从此开始了在太平洋的战略反攻 日本开始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所酿成的苦果 中途岛海战结束了 海战始向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中途岛之战的实际是 争夺制海权 但却由空战来决定制海权的归属 夺取制空权就是胜利 这一关键在海战领域又一次得到正确 太平洋上的战略主动权制海权 明显向美国人倾斜 丧失制海权的日本 犹如一头战争怪兽被切断细管 他的维持战争 从此本土生存的海上生命线 不久 北枝以强大的美国海军步步剿紧 直到最后 拒息而死 从此 日本的太阳旗在太平洋上消息 山木大树的新小旗 开始在太平洋上 耀武扬危 直到今天 每当日本人站在海岸上 望着太平洋上的黄昏落狱 回想起过去的海上辉煌 不仅无限感慨地常看一声 啊 海军 也许中途岛海战 还给人们带来 至今尚未过席的体系 那就是 一个没有航空母舰的国家 是没有资格做强国的 沙尔和沙尔而向